好,我是美宝,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?总是有一股不可抗拒的进食欲望,明明不饿,但是很想要吃东西。 在心情难过的时候,通过吃东西可以让心情变好,在感到紧张焦虑的时候,通过吃东西可以让自己放松。 在吃完东西以后,又常常担心吃的太多,怕长胖,然后产生很深的负罪感。 即便是这样,再次看到食物,所有的决心和戒律又被自己泡到九霄云外了,仍然会吃很多东西。 吃掉一大碗面,七八个蛋糕,几十个小笼包,即使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你正常的生理需求。 其实这是一种病,学名为神经性贪食症,也叫贪食症,暴食症,是以反复发作的暴饮暴食为特征,并伴随着很多防止体重增长的补偿性的行为,例如绝食,催吐,过度运动,吃减肥药等等。 这其实是一种进食障碍,这种病的发病率提高,女性的发病率在3%到6%是男性的10倍,至于它的成因与生物,心理,社会文化因素都有关。 在生物角度,它可能是遗传的,与基因有关。 在心理上,完美主义,情感不稳定,冲动控制能力差,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差,对性问题有困惑等等都能成为致病因素。 最后,社会审美对女性身材要求过高,以瘦为美的现状,以及女性对自己的身材关注和身材与个人价值的关联等等,使得女性对自己的身材异常敏感。 除了暴饮暴食,贪食症还可能合并抑郁症,心境障碍,焦虑障碍,物质滥用,特别是酒精,并且会和反社会,边缘性,自恋性等人格障碍共病,严重了也会导致一些生理疾病,对身体有一定的损害。 大家也不必恐慌,确诊为贪食症需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。 第一,反复发作,短时间内吃到远远超过正常量的食物。 第二,发病时失去控制,无法停止进食或者无法控制数量。 第三,发病次数一周至少两次,持续三个月以上。 第四,发病初期会感到羞愧,秘密进食,暴食后会悔恨,并渐渐失去对自己的信心。 严重的病人是需要到医院求医的。 为了避免患上胎食症,我们要怎么做呢? 首先,我们要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,不要过度的侵蚀自己,改变思维方式,记录自己的饮食情况,积极的去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。 增强自信,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作为。